各位大家好 我是黑鬼的 今天要來帶大家吃 因為我們都很推薦的比一下烤雞 安董雞 然後小吃雞來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都沒超過100塊 滿便宜的 全雞315 半雞158 四分雞 雞79 聽說沙爹很好吃 5號是不是 烤豬肉啊 然後 豬排 然後不知為什麼他還要賣一些熱醋 然後感覺有三層肉 然後 這是他們炸雞的部分 最左邊那條呢 感覺都是賣飯的 可以肉配飯 炸雞配飯 漢堡 然後這邊就是肉類 然後有賣一些包子 烤雞在這邊 好 這樣子呢 總共吃大概才150元 哇 它這個是 八分之一的蛋 類似乳蛋 然後跟一點點 這應該是牛肉 然後跟一塊番茄 然後半隻雞就真的是半隻雞 一串是35塊嘛 之類的 然後旁邊會附一個這樣 橘色這樣 然後 然後 它變很嫩 然後 這個雞肉沒錯吧 還是豬肉 應該是雞肉 我確定看沙爹什麼 然後吃起來有點偏甜 以我啦 對口味來講就是偏偏 然後這個醬 所以它本身就甜 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這個醬應該是酸的 喔 那我再吃 有一點點 有一點像白醋 然後調味過 沒這麼像不一樣 嗯 OK 所以這一串呢 大概是台幣19塊 再來是第二道 這個是 是飯烤豬五花 這一大盤呢 是台幣大概46 然後它一樣有附那個橘色的醬 這盤叫46 我覺得蠻甜的 這個沒有沙爹來這麼甜 然後它的肥肉部分很有嚼勁 我們試試看 我這樣很想要就是馬上 拿著旁邊牛肉飯然後這樣 這樣可以非常好吃 所以我才想要煎一碗小碗的飯 會不會一樣配合吃 嗯 我就是沙爹肉很亮的 好像沒有沙爹來的貼 飯量也蠻多的 台灣Tostco有 炒好了 我會有點偏甜的 我會想在家店 冰塊比較好吃 這是牛肉飯 它有八分之一顆的 3 真的是八分之一 這是四分之一喔 這一碗呢 只要台幣30塊 然後有肉飯 我覺得這樣可以夾 發生然後馬上 因為它飯蠻多 這可以兩個吃一個 然後它是一些 牛碎餃 我覺得有點像是 牛滷飯的概念吧 它又有這個肥肉 你看就是 很像豬肉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太確定 它到底是什麼肉 是牛肉成的 然後就可以這樣拌一拌 我會吃過 餐餐 米芭蠟 好香喔 我就是飯很好吃的 完全不甜 然後 甜的剛好 不是只甜 這碗飯要排兵30塊 很甜喔 很厲害 這是我們那常在找 完全找不到的價格耶 然後這邊有那麼大的翻點 我覺得它的醬汁跟它這樣怎麼搭配 雖然看起來顏色沒有很深 台湾有些蘆果飯顏色比較深嘛 它是吃蛋的 可是吃起來很香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碗飯很包OK 我真的覺得飯很好吃 它雖然看起來顏色淡淡 可是它完全沒有實現 我可能因為醬沒味道 它還是有香氣 它有一個... 對它有一個味道 酸酸的東西 酸酸的味道可以解膩 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然它來自於哪裡 這再來是我們點這個四分之一滴 感覺是兇的部分 兇嘛 吃吃有兇 網友呢有說 他們的糖叫菲氏烤滴 就是菲律賓烤滴 他們覺得偏乾 但是好吃又可以飲料 所以可以來吃看看 聞起來還OK 皮有香香 但已經不是脆的 畢竟... 事實也是有店嘛 真的放一陣子 蝦七是烤雞胸的部分 它也硬 雞才算滿嫩的 其實不會太柴耶 蠻好吃的 蝦子四分之一呢 等於是排幣大概22-23塊 目前這樣吃下來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牛肉飯 再來是... 豬乳花 再來... 砂碟跟烤雞 差不多差不多 超不錯 相信探測一下 兩個人是170塊 然後... 以... 當地物價來講 算很便宜的齁 算非常平價 因為我們可能隨便去吃一餐 應該是一個人 就要超過170塊台幣 而我們是兩個人吃這樣 170塊台幣 所以我覺得這是 想自己首選 來廠灘島如果不想每餐 都花這麼貴的 光光客餐廳費的話 就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有來廠灘島的人嗎? 是真的一定要來吃看看 反正便宜嘛 又不是花大錢 然後還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你自己排行嗎? 開始吃飯 你的第一名是飯 第二名... 雞吧 第二名是雞 所以... 我們兩個人有口味的 第一名都是這碗飯 好不好 一定要來吃看看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 台尬好 我是阿晴媽 喜歡黑鬼遊頻道 請按讚 分享 留言 記得 再拉個鈴鐺喔 新年快樂